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家庭主妇 丈夫很会赚钱 还特别专情 他们压根就不需要抛头露面在外面赚钱 而是能够安心在家做阔太太 他们善良又贤惠 可以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物 打理得井井有条 从而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赚钱方面 这类女人也很会教育孩子 他们仔细运势旺盛 孩子长大之后都能在自身所处领域 取得耀眼的豪车和国家 作为母亲 他们自然也可以沾光 手头完全不用害怕缺钱花 二 瓜子脸 首先什么是瓜子脸呢 瓜子脸顾名思义 就是像瓜子一样上缘下窄的形状 有尖尖的下巴 窄窄的脸颊 大大丰满的脑门 不过这种面相 到底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有的女孩为了成为瓜子脸 不惜在自己脸上动刀 真的值得吗 首先拥有瓜子脸的女人在晚年运势会比较差 会出现晚景凄凉的情况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下巴在面相学中代表的就是一个人的晚年运势 如果下巴太尖的话 直接就缩略了你的晚年运势 晚年的时候身边也会无依无靠的晚景凄凉 有的甚至于会在晚年的时候会疾病缠身 拥有瓜子脸面相的女人一般 事业运势会比较强 她们的性格大多会比较强势 不管做什么都想去挣一个输赢 所以事业上面有种敢拼敢冲的劲头在 交际能力也有助于她们在事业上打出一片天来 不过好斗的性格让她们朋友运势会比较一般 有时候甚至于根本交不到朋友 也会吓怕一些命中的贵人 所以格局还是会受一些影响的 事业上面虽然会有发展 但是钱财却很难积累 拥有瓜子脸的女人 大多感情运势会比较差 肩瘦的脸颊会让她们看起来 有种尖嘴喉塞的感觉 有时候甚至于脾气也会大到 让自己的另一半根本承受不了 而鼻子也会受到整体面部格局 而受到影响 感情上面会经受一波三折的坎坷 甚至会出现二婚的民格 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病态地去追求 所谓的瓜子脸 还有大家一定要记住 更不能因为要变成瓜子脸 而去给自己的脸上动刀 因为面部一旦动刀的话 也就是意味着破相 破相是比较有损自身服录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崇尚自然眉才对 不要盲目追求 到头来去伤害自身 一旦顿悟也将是后悔莫及 三四方脸 四四方方的脸 看着就给人一种很凌厉的感觉 因为这样的女人面部线条比较直 锋利 小说里描写那些柔弱的女人 都是有着柔和的鹅蛋脸 或者说是比较美丽的瓜子脸 这样的女人经常是若有浮风 容易流泪 而四方脸的女人 她们的性格比较坚强果断 遇到一些挫折 不会去求助身边的男人 而是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解决的 就靠自己解决 因此也给人一种不近人情的感觉 实际上这是对她们的一种误解 这样的女人在事业上 就算是遇到挫折 也会勇往直前 因此一般都事业有成 虽然说四方女人不惧困难 勇于挑战 但是她们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比较争强好胜 无论大事小事 都是她们争夺的对象 比如在夫妻相处之道中 丈夫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小错误 都会被她们揪出来 紧抓不放 非要男人认错 而她们总是认为自己是没有错的 这一点倒是很可怕 因为这四方脸的女人 无法像其他女人一样 做柔弱状 所以丈夫也跟她们不是特别亲近 因为无法从她们身上 感受到女人该有的温柔 很多女人都是心口不一 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 根本不是同样的 而四方脸的女人 则是有什么说什么 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一方面她非常的直率 不会跟你玩花花心思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有错误 就会直接说出来 非常伤男人的心 这也是家庭关系不好的原因 家庭关系不好 丈夫对她不疼爱 这大概就是四方脸的女人 婚姻不好的原因所在吧 所以说四方脸的女人 一定要学会委婉地表达 对丈夫的一些不满的看法 说话做事 都要想想后果在行动 鹅蛋脸 鹅蛋脸真的是 所有脸型中最完美的脸型了 它既有东方女性的柔美 又有丰满圆润的特点 所以这种脸型的人 真是备受人喜爱 这种脸型也被称为贵人脸 之所以称为贵人脸 是因为命运比较好 天生就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事业上也是受亲人的影响一帆风顺 爱情也是长久相爱在一起得出的果实 而且就算是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也会有贵人相助 所以这种脸型在当下堪称完美 桃花蕴也不在话下 六 猴腮脸 猴腮脸的特征是倒三角脸型 苹果肌尾缩 下巴尖小 腮帮子小 或者没有 现代的木形脸 锥子脸就是典型的猴腮 娱乐圈猴腮的女明星 有蔡少芬 郑爽 韩雪 张嘉妮 张敏等 猴腮的人性格比较固执 只要自己想要的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一定要拿到 事业上容易成功 遇上不对的事情 也容易陷入偏执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不听别人的建议 太自我导致一生路上吃了不少亏 对金钱观念中个性好强 别人认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就越要证明给所有人看 男性的事业心重 女人异成职场女强人 性格导致在婚姻中不易妥协 习惯自己拿主意 有点自私自利 年轻时候身边不缺有人追求 条件姿色属于上乘 但婚后不懂夫妻相处之道 不够信任对方 不顾及对方感受 还不听旁人劝告 夫妻之间容易产生隔阂 中年开始矛盾剧增 经常出现争执 不懂如何处理感情危机 晚年与家人感情生疏 夫妻相敬如宾 年轻时候风光无比 事业与爱情运势一路飙升 太快成功与世人的追捧 让他们骄纵不已 任性自我 前期家财万贯 但晚年运势下跌 可能会孤独凄凉 甚至老无所依 如果不趁着年轻储蓄钱财 晚年只会悲苦度日 建议要时刻保持心情愉快 乐天之命 不可过分贪婪 婚姻中多包容体贴对方 猴腮的人事业心重 生活的重心都在工作上 性格冷漠 是个利己主义 做所有事的起点 都是因为利益 功力心强 年轻时会为了工作有损健康 脾胃肝胆容易出现问题 男人肾脏衰弱 性能力不强 老年可能恶病缠身 以失眠 精神不振 做事注意力不够集中 7.女人长了男人脸好吗 长了男子脸的女人性格总是很要强的 也许自己感觉不出来 可是别人会发现 主要表现在自己的事情 不仅要自己做 而且要做得很好 超过一般的女人是肯定的 最关键的是 要超过一般的男人 这就是好强的表现 这是因为这种好强 所以一般事情干的也是很不错的 事业上会有很不错的发展 钱财的运气相当好 只要坚持就会成功 长了男子脸的女人的脾气 可不是和一般的女人一样好的 她们很容易被别人的一两句话就激怒 从而火冒三丈 从而把事情搞砸 这样长了男子脸的女人 一定要注意 脾气火爆虽然感觉会很爽 但实际上 你会失去很多可以交心的朋友 因为别人很怕你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爆发 而且这也会让你失去很多 也许是通往成功的机会啊 长了男子脸的女人 要注意控制自己的脾气 正是因为长了男子脸的女人性格很直率 从来都不会矫情 也不会绕圈子 所以她们的性格很讨大家欢心 无论是男是女 男人喜欢和她玩 因为她长了一副男子脸 所以不会很尴尬 就和兄弟一样 什么话都可以说 她们又具备了女人的细心 所以男人喜欢和她们玩 女人也喜欢和她们玩 因为肯定不会比自己长得好看 而且她们性格好爽 不会像一般女生一样小毒鸡肠 因为长了男子脸的女人 看起来就和男人一样 所以即使她们的性格很好 身材不错 挣钱能力很多 但还是有很多男人会对她们避而远之 觉得她们长得不行 或者其实就是自己没有能力把握住 同样性格很强势的女人 不过总会有人来欣赏 而且这样的女人其实很不错 因为她们很有能力 而且不会疑心很重 男人和她们相处起来也是很舒服的 而且她们很会照顾男人 总的来说 面相并不是针对所有人 先天的条件不可改变 但是具体的发展 还是要靠自己后天的努力 如果有条件觉得自己命相不好的 也可以尝试一下整容 不过整容有风险 考虑需谨慎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